莫華倫 世界著名男高音 演唱足跡編及世界各大著名歌劇院 演唱的角色超過60個 他在2003年創辦香港歌劇院 並且擔任藝術總監 在港澳和內地積極推廣歌劇 對於香港歌劇的發展 和政府對推廣藝術文化的態度 他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收看恆全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是飛聲國際歌唱家 亦被譽為中國第一男高音 他就是莫華倫 莫先生 你好 很高興見到你 首先問你一件事 其實你是何時發覺自己有唱歌的天份 就算你發覺自己是唱唱歌 是對的 還是唱唱歌 很簡單 十八歲才開始學唱歌 在美國開始 然後去了德國發展我的事業 當然每個人 特別是香港的家庭 希望醫生還是律師 就是三大行 要是考驗人 找到食物 學音樂 文化藝術的東西是找不到食物 所以一開始 家長都不會特別贊成 但是通過你自己的努力 通過在社會上有的成就 社會認同 還有家庭後來到最後都會支持你 不管你選什麼職業 如果你是認定了你走的路 一定要堅持 這很重要 可能開始家庭會反對 很有可能 包括你學美術音樂等等 因為香港是找不到食物 很實際的 香港是金融社會 只要你自己堅持這條路 我想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家庭 包括學校也好 社會也好 到最後都會支持你 但是這條路不容易走 特別是音樂這條路 可以說是非常艱難 莫先生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看歌劇 當然莫先生 很多人都很喜歡聽你 在歌劇上的表現 但是有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東方人唱西方的歌劇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你會不會從意大利文開始要學你 有的 這個問題非常好 你東方人 第一你要克服一個語言關 因為歌劇 歌劇 Opera 是以意大利文 德文 法文為主 是 大家熟悉的 杜蘭鐸 就是唱意大利文的 大家熟悉的卡文 法文 是啊 等等 所以你一定要先學語言 要吸收歐洲文化 最好你有機會去當地去學習一下 去進修一下 去那裡來親身經歷他的文化 對你整個歌唱事業 或者你的人生都很有幫助 香港實際上有很好的一個基礎 比起內地其他城市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 在以前的殖民地 百多年都已經對西方開放了 回歸了27年 在一國兩制之下 定位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所以我們對外國的東西 是很熟悉的 而且現在是注重中華文化 所以這兩個文化 立足在香港 是可以有很大的發揮 很大的餘地 因為中央定位了 香港就是中外文化中心 現在香港還是一國兩制 跟內地的制度是不一樣的 在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有很大的文化發展行間 你的政策很重要 這個部份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記得你有一段時間 在白林歌劇院那裡 會不會… 我年輕的時候你還未出生 是呀 但你現在都很年輕 但我想其實那段時間… 在白林歌劇院其實對你的影響會是很大 很大 因為那時我是二十多歲 八十年代 二十多歲去到白林歌劇院 當時白林歌劇院是世界十大歌劇院之一 和歐洲文化 你知道去到歐洲 吸收他們的文化 和你在美國也不一樣的 美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國家 二百多年歷史 都是全世界移民國家 是比較混合的文化 那你去到歐洲 特別去到德國 它有很傳統的德國文化 德國藝術歌曲 著名的作曲家的出生地 貝多芬、Brams、Schuber等一大堆 說得出名 大家知道的 所以在德國 特別是德國政府 特別是德國政府 對他們的音樂是非常支持的 所有歌劇院是百分之百政府支持的 OK 不用像我們香港歌劇院 乞丐那麼乞 乞政府給多點資助 叫乾爺那麼叫 人家是百分之一百政府資助 是納稅人的錢 就支持一個歌劇院 一個藝術 你去不去看 等如看電影一樣 很閒 穿牛仔褲也可以去看 當然手應該可以穿得漂亮 平時穿牛仔褲T恤 無所謂的 真的無所謂的 不是一定看歌劇 一定穿得漂亮 那些已經是一種 古時的 那些是一百年前 所謂當時的上流社會 而欣賞歌劇 但現在歌劇 已經是一個 比較普及化的文化藝術 所以大家不要把歌劇放得太高 覺得高不可攀 是要給一些有修養的 有文化人才欣賞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香港是有金融社會 香港是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文化 在香港這個地方 我就希望 輿論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是怎樣對待歌劇文化很重要的 我對特首我都說 和報紙也好都說 歌劇是一個國際文化藝術 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擁有的 是國際的 為何全世界發達的國家 和地區都要做歌劇 就等於古典音樂一樣 是國際文化 加強樂 加強樂裡面有一樣樂器是中國的嗎 零 沒有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 為何全世界都要加強樂呢 就是一個普及文化 大家把所有民族的東西 和本地的東西 和世界一起結合起來 才可以提供你整個民族的文化 每個國家地區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但是你一定要突出了 你國際文化的水平 大家才能夠欣賞到 等於我經常說 體育運動一樣 體育運動 Olympics為何你去爭金牌呢 體現你國家的體育水平 Olympics有一樣是中國人的嗎 零 為何你打崩頭去爭金牌呢 我說的話很簡單的道理 歌劇就等於一件 世界性的 國際文化 等於香港是世界城市 是 Asia's World Leading City 政府是這樣標榜的 Asia's World Leading City 麻煩你文化 跟上去吧 你只是紫長談兵 只是放些無用飛機 就當作有文化了嗎 Sorry 在灣仔 放夜市一個月 這樣就叫做文化了嗎 Sorry 我說話很正式的 麻煩你不要剪這段 給香港政府聽 一定保留 OK 我說話很大膽 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現任政協委員 為了香港好 為了國家好 所以說的是實話 嘩 厲害嗎 厲害 各位說 OK 你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要開始那個香港歌劇 歌劇院 很辛苦 那你怎樣起步 起步嗎 萬事起步難 現在都很難 當時2003年 同一班大家很愛好歌劇的人 他們有唱歌的人 香港各行各業的 有律師有醫生等等 我們創辦 2003年註冊 我們第一部製作 是2004年的5月 然後第一部舞台製作 在文化中心 2004年的12月 茶花旅 當時很慘 當時 民政府拿錢 一分錢還沒有 因為他說你還沒有成績 為什麼要付錢 那時候很辛苦 雞和雞蛋 沒錯 雞和雞蛋 你不讓我知道 我怎樣有成績 幸好當時的康民署 康民署 由我們Ober Hong Kong 成立第一天到現在 一直以來 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香港政府的最好的部門 是LCSD 從第一天到現在 一直都支持Ober Hong Kong 我很感謝所有的同仁 他們也很感謝你的工作 是的 很感謝 所以我是最贊的政府部門 香港政府部門 最好就是LCSD 我大力氣 他們聽不到 大力氣 大力氣 說回藝法局 一開始 藝法局一分錢都不給我們 現在藝法局對Ober Hong Kong 又很好 我又贊了藝法局 因為藝法局現在 現在在新的領導班子 是非常好的 佛契江做主席 等等 和Win 心秋 做他們的CEO 非常支持我們 所以藝法局也支持我們 LCSD也支持 那條路好走很多 好走很多 還有HAB 雲政局也有支持 那支持說支持 我們的預算 現在政府給我們 整年的預算 支持我們是三分之一 好的 三分之一是政府資助 三分之一是票房 另外三分之一是 donation donation 是完全 private 如果沒有了票房 和沒有了donation 我們就倒閉了很久 好 所以幸好是一些 private 那說一下Mega Fund 好 好 現在最熱門了 Mega Fund 全香港都知道 大型的 叫做甚麼 盛事基金 今年我們是紀念 Pucini 逝世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大城市 全世界的著名的 鴿犬都做杜蘭鐸 我們香港 一定不會輸給別人 是 我們香港做全新版的杜蘭鐸 是由北京請來的團隊 叫做鴿丁 可以說是國家隊級的創作班子 是由中國元素全新製作 舞台布景和服裝 全都在大陸製作 運過來香港 真真正的有中國故事 是唯一一部歌劇中 是說純正中國故事 中國公主 是中國公主 是說元朝時的actyl 這次我們舞台 是呈現元朝的原汁原味 出來了 你在外國看的 杜蘭鐸是混雜了時代的 服裝又古靈精怪 這次我們是還原到元朝 是蒙古人時 城吉思汗時 故事沒有改過 因為有很多版本 很多版本 我們歸還去到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的Historical site 所以這個製作很特別 這次我想要整大它 多些宣傳 吸引大灣區遊客 世界遊客 文城市基金 申請資助 是不是 滿了信心 想著一定有機會 作為一個香港城市 怎料 申請了 由上去interview 做了很久的程序 最後 給了雞稅這樣的錢 我們申請的是 1500萬 是 他給了70萬 是 Exactly 幾% 這就是城市基金 我申請1500萬 他給70萬 那70萬失牙了 也不夠了 那一部製作 很貴的嘛 當然 你還在北京 過千萬 這麼多 他給70萬 又不說理由 為何給70萬 又不說理由 為何不給城市基金 就是為何 我們不合格這麼多錢 完全沒有任何理由 就失牙了 就是給你一粒糖 塞住你的嘴 我就塞不住我的嘴 我現在就說出來給大眾 城市基金 只是給我70萬 給原因 為何 甚麼叫城市 歌劇不是城市嗎 我本來要做到很大的 所以多謝你的採訪 薄薄出來 老先生 現在其實在香港推廣歌劇 你覺得和本土文化 以及中國文化 是不是都會有一個匯合點 其實互動的關係 是不是都有 絕對會有 好像這次的杜蘭黨 我們是加了一個驚劇 我會說 好煩 我會加了三個青衣 加上那個 驚劇最重要的故事 沒有人敢做 我們香港歌劇院 就是敢做 打破傳統 打破傳統 我覺得歌劇和粵劇 首先歌劇是拉丁文 Opera Opera的意思是甚麼 是一個作品 A piece of work Working的意思 所以在一個戲劇來說 我們中國的昆劇 是遠遠的根源 是長過歌劇的歷史 歌劇只有四五百年歷史 我們昆劇是中世紀就有了 一千年了 由昆劇再發展到不同的地方劇 包括粵劇 粵劇是後期的 不是初期的 最早是古老的戲曲 是昆劇 嗯 整千年了 那實情 不管你唱甚麼文 基本上有故事 有故事 用人聲唱出來 有樂器伴奏 即西方的歌劇 只不過是唱不同的語言 和發聲方法一樣 但基本上那個論調 整個程序是差不多的 嗯 同樣的程序 一旦 首先有畫面 然後音樂 然後唱歌 然後舞台 就這樣 文化其實是異曲同工 沒錯 異曲同工 沒錯 教授說話是不同的 是啊 真的異曲同工 異曲同工 這句好厲害 哎呀我先學習了 哈哈 西方歌劇 等於中國歌的K曲一樣 異曲同工 是 另外我又聽過 《Three Tenners》 巴弗洛提說 音樂和體育 和其他東西 是要人民接受的 是要給人民欣賞的 所以就算是藝術歌唱家 我就是唱一些民間的流行曲 沒錯 我經常唱的 是的 喜判你 馬上眼瞪人 笑聲著什麼人 大家接受的 你覺得這個 但有人批評 有人批評 有人批評 你已經半到 沒有與時共進 因為現在 可以說全世界最流行的 都是浪漫音樂 是的 沒得撐 全世界 一說Taylor Swift Oh my God 全世界都知道他 他帶動整個經濟 包括大陸的歌手 去某個地方演出 全部都瘋了 香港的四大天王 劉德華 張學友一定爆炸 周杰倫 都爆了幾條街 你一流行文化 你沒得擋 為什麼呢 因為好聽 容易學 容易跟著唱 三大原因 還有用咪 用咪相對來說 你不用學 不太辛苦 現在我坐在這裡 香港文化妝大劇院 有1600個位 我們不用咪 完全不用咪 樂隊有80人 在舞台上唱 完全沒有插電 完全人聲 那你就要通過 叫尾聲唱 比較簡單的聲音 你要通過訓練的聲音 才能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這樣 如果流行音樂 流行歌聲唱得 你是藝術歌唱家的話 你要有一個藝術的成全 那怎樣將藝術和普及 拿一個平衡呢 我嘗試 用我們尾聲的方法 放低一點的門纏 放下那個調 唱一下流行歌曲 吸引人們進來劇院 來看我們的歌劇 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入門的動作 入門的動作 對 你唱一些pop曲 你都明白 很多音樂會 我們都唱 喜歡你 同場的觀眾一起唱 前幾天 在文化中心 我正在唱 莫華倫與香港青年慶祝 國慶75週年音樂會 詩子生 同台一起唱 喜歡你 有些人跟著唱 還有東方之珠也跟著唱 很開心 所以要大家一起接受那種 感覺才會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純頓一部的了解歌劇 沒錯 而且一定要培養年輕觀眾 大家知道香港學校的功課很重 所以有機會參加合唱團 或者來劇院看歌劇 放鬆一下 是很好的 包括我們恆山大學 是 很多學生 都過萬的了吧 沒有…六千 六千 六千 六千學生 等他們4個月時間 來看歌劇 我覺得是很好的 好的 你們學校可以資助一下 買些學生票 請他們來看 我們很歡迎 沒錯 接觸到藝術 沒錯 其實很重要 不用他們以後一定會做歌唱家等等 作為一個不同的東西 即是你餐廳吃 如此都會驗 打個比方 給不同的菜 嘗試一下 讓他們自己去感想 自己去Define 喜歡什麼喝 好 莫先生 你去看一看 香港歌劇未來的發展 你估計會多些請海外的歌唱家過來 還是要培養香港的人才 我們一直都有培養香港本地人才 我們每年一部歌劇 一定是香港人做主角 我們一年做三部 兩部歌劇是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主角是外國的 有些是本地的 包括今次我們有其中一個主角 Louise Connelly 可以唱其中一個主角 8月份那個 一定是給本地歌唱家的 我們香港歌劇院做了 Earist Program 年輕歌唱家培養計劃 已經培養了二十幾個香港本地 在舞台上 杜蘭多裏唱主角配角 全部都是香港本地的 有的 我們一直做這件事 還有我們有兒童合唱團 香港歌劇院的合唱團 都是本地的 但如果這樣 有個年輕人 就像當年的你 我又喜歡音樂 我又覺得自己的聲音都可以 那我怎麼起步 我怎麼敲門 是否來找你香港歌劇院 不用 如果想學習 香港有演藝學院 浸會大學 中文大學 這些都是專門學聲樂的 這三間學都有的 可以去考 正式可以學聲樂 這三間學都有這個Degree 那就是起步點 起步點 或者更年輕一點 可以參加我們合唱團 兒童合唱團 或者是演藝學院的Junior Program 都有的 我先去學意大利文 那開始不用 學一下唱一下玩一下 才行 不用這麼急 當然要… 學意大利文下一步 所以真的想著走這條路才行 去鼓勵政府多些支持 這個部分 鼓勵政府一定要多些支持 大家比方 在學校裏給他們多些音樂的課程 希望普通的公立學校 都不要忽略音樂教育 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學生來到這裏 有沒有什麼金句 跟大家去勉勵一下 鼓勵一下大家 我想金句就是 將音樂 不理什麼類型的音樂 古典也好 pop music也好 流行音樂也好 都作為你欣賞的一種選擇 還有多些聽不同類型的音樂 不要只聽一種 音樂 能夠將你帶來特別年輕人 更多修養 對你的思維都有幫助 會溫柔一點 會不會那麼粗 喜怒哀樂的時候 都需要任樂 音樂永遠在你身邊存在 入升降機也有音樂 去超級市場也有音樂 去廁所也有音樂 真的 所以音樂可以改變 改變任何的姿勢 你很多時候聽歌 都不知道 有些超級市場 有些卡通裡面 有很多歌劇插曲 這已經是歌劇的過程 是的 是考買的音樂 是考買的 無事不助 考買的音樂 永遠在我們身邊 很感謝你們的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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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輕的朋友 當你們享受完流行音樂之餘 不妨嘗試了解歌劇的音樂 再見 再見 音樂 能夠將你帶來特別年輕的人 更多修養 他們的思維也有幫助 會溫柔一點 會不會那麼粗 喜怒哀樂的時候 都需要音樂